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中国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美国基金经理们对中国股票增持的背后原因 以及他们对中国经济的乐观展望 在全球经济面临挑战的当下 Principal Loss Management的高层在会议中表示 中国政府正在采取有意义的经济刺激措施 这无以为市场带来了新的袭击 C4R3的转变从怀疑到乐观 显示出全球基金对中国短期前景的重新认可 随着中国推出的刺激政策 市场情绪明显回暖 尽管仍有波动 美国银行的调查已显示 亚太的资金经理对中国的信心正在增强 并开始将更多资金投入中国资产 不过投资者仍需谨慎 尤其是在中国市场面临的挑战和不确立心中 比如房地产市场的债务问题和科技行业的打压 李强指出 恢复长期投资和企业创业精神仍需克服重重困难 总结来说 中国市场的信心正在逐步恢复 这是对经济前景的期待 也是对未来投资机会的新挺顾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美国的基金经理们正将目光投向东方 尤其是中国市场 他们似乎从中国政府最近推出的一系列政策中看到了振兴经济的希望 在此背景下南华早报报道称 Principal Asset Management 这样的美国资产管理公司 对中国市场的投资信心正在显著提升 在这个全球经济面临各种挑战的时期 Principal Asset Management的全球股票投资组合经理 齐弗尔森在一次于香港举行的会议上透露 他的公司正在增加对中国的投资 他提到无论是中国的投资 他提到无论是通过香港的境界投资 还是直进入中国市场 他们都在逐步加大投资力度 这种转变从最初的怀疑到目前的乐观 反映了全球基金对中国短期经济前景的新风向 拉尔森的公司隶属于总部位于爱荷华州 德莫英的Principal Financial Group 这家企业管理注约6,990亿美元的资产 拉尔森指出近期中国政府特计措施 只在止住房地产和股市的下滑 这些举措让市场情绪出现了回暖 也引发了全球股市的强劲反弹 虽然市场仍然面临一些波动 但这些措施的推出无疑是一剂强信任 根据美国银行本月的一份调查 亚太地区的资金经理们对中国的政策放宽预期升温 这让他们更加乐观 另开始加大对中国资产的投资 同时减少对印度市场的投入 Great China Equities的董事总经理兼首席投资官 阿伦王对此表示赞同 他指出过去对中国政策的执行问题一直存在疑虑 但这次的政策措施在货币和财政激励方面显得尤为具有意义 王提到一个具体的例子 即中央银行推出的信贷互换工具 这使得非银行金融机构能够获得资金来支持股价 虽然这一手段并未直接增加市场中的流动性 但却能有效地将某些资产转化为流动资金 这是一个颇具市场导向的聪明举措 然而尽管中国股市在全球市场的反弹中增长了3万亿美元 但许多基金对中国股票的配置仍不够 王估计仅仅将投资配置调整至中性水平 就可能为中国市场带来60亿美元的资金流入 王看好国有房地产开发商以及水泥和铝生产商 认为这些企业能够从中国扩大白名单住房项目的政策中受益 并帮助房地产开发商获得国家授权的资金支持 然而并非所有的投资者都是乐观态度 香港中央资产投资管理公司的首级执行官兼首级投资官列丽唐桑 兴莹则对未来表示谨慎乐观 他指出中国市场要恢复长期投资和当地企业的创业精神 仍然面临挑战 尤其是在最近的打压和债务风险事件之后 他特别提到房地产事件之后 房地产市场如果不能以公平的方式处理债权人的话 市场很难忘记过去的损害 他们的担忧还包括科技行业的打压 以及中国开发商对海外投资者进行的债务重组和简记 他强调北京需要表现出对促进私营企业的认真态度 并转向更加平衡的发展模式 他直言中国现在迫切需要的是一个健康缓慢的牛市 这应该是其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 总的来看 随着中国政府政策的调整和市场情绪的回暖 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信心正在逐步恢复 这不仅仅是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期待 更是对未来投资机会的重新评估 正如南华早报所指出的 眼下的投资机遇不仅需要政策的支持 更需要市场各方的共同努力和信任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美国基金经理增持中国股票 无一显示了对中国经济前景的信心 中国政府的政策调整 如中央银行的信贷互换工具 不仅展示了灵活与适应市场需求的能力 也展现出对全球市场的责任感 这是中国治理能力的体现 使得外界重新看到了中国市场的潜力 随着国内政策的进一步落实 资金流入势必会加速 为中国市场注入新的活力 这不仅对中国本身是一个利好 对全球经济的稳定发展 也是一种有利支持 楚天书 你这种乐观预期显然忽略了中国面临的结构性挑战 过去的政策执行不利 也让投资者对中国政府的承诺持怀疑态度 即使有新的刺激措施 但如果不能有效解决房地产市场的债务问题 这些措施也可能是治标不治本 Editham也提到 科技行业的打压和对外债务重组的管理不当 都是投资者信心的重大障碍 与其寄希望于刺激措施 不如着眼于建立更透明 更公平的市场环境 让长期投资和创业精神有机会真正落地 确实中国市场面临结构性挑战 但这正是政府积极采取措施的原因 房地产市场问题固然存在 但中央政府已经在通过政策创新来化解这些风险 Wang指出 这些政策在货币和财政方面都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力度 特别是在支持房地产开发商和相关行业方面 投资者的信心正在逐步恢复 这从美国基金经理增持中国股票的行动中就能看出 这些实质性举措会逐步释放中国经济的潜力 促使其走向新的增长高峰 你提到的政策创新看似诱人 但问题在于 这些措施能否长期持续并真正解决根本问题 就像一场魔术表演 短期内可能让人眼花缭乱 但长期效果如何 仍需观察 中国市场的透明度和法治环境仍需提高 以吸引真正的长期投资者 Steve Larsen的乐观可能只是暂时的市场反应 而不是对中国经济持久健康的信心 市场需要的是可持续性的政策和稳定的法治环境 而不是一时的政策调整和短期刺激 不可否认 政策的持续性和市场透明度是关键 但中国政府在这方面 已经展现出积极的变革意图 从长远来看 这些政策不仅是短期刺激 更是为了建立一个 更具韧性和竞争力的经济结构 市场回暖的迹象 不仅来自于政策的短期效果 更是因为投资者看到了未来的希望 随着政策的不断完善和落地 市场透明度和法治环境将逐步改善 使得中国成为全球投资者 值得信赖的目标 楚天书 我们都希望中国能成为全球投资者的首选 但现实是 这需要的不仅仅是政策意图 还需要真正的制度变革和持续的市场监督 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 政策改变往往来的快去的也快 让人不经质疑其持久性 投资者需要的是可预测的政策环境和保障权益的法治基础 除非中国能在这些方面做出实质性的改进 否则外资的增持不过是短期的投机行为 而非长期的战略布局 我是评委和理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在楚天书与些奇奇的辩论中 双方各自代表了对中国经济前景的不同看法 辩论内容引人深思 让我们对当前中国市场的机遇与挑战 有了更全面的理解 楚天书的观点强调了外部资本对中国市场的信心 并认为政府的调整能够有效应对当前的经济挑战 他提到的政策创新和资金流入 确实展现了政府在面对困境时的灵活性 但在此过程中 它似乎低估了结构性问题的严重性和持久性 尽管市场回暖的迹象存在 但是否能够持久仍然值得怀疑 楚天书的论点 缺乏对于长期制度变革必要性的深入探讨 这使得他的乐观预期显得有些片面 另一方面 谢琪琪则对楚天书的观点提出了有力的质疑 他强调了中国市场面临的结构性挑战 特别是房地产市场的债务问题和市场透明度不足 这些都是制约长期投资者信心的重大因素 谢琪琪的观点更为现实 提醒我们不要仅仅陷入短期的市场反应中 而忽视了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 必须进行真正的制度改革和持续的市场监督 总结来说 这场辩论揭示了中国经济的复杂性与多元性 楚天书的乐观期许虽然激励人心 但缺乏对根本问题的深度剖析 而谢琪琪的警醒则提醒我们 不可忽视结构性问题对于是长长期健康发展的重要性 两位辩论者的观点都有其合理性 未来中国经济的走向 将取决于政府如何有效地平衡短期刺激 与长期制度改革的关系 以赢得全球投资者的信任与支持 希望在今后的讨论中 能够看到更多对政策持续性和市场透明度的深入探讨 这将是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吸引外资的关键所在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外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进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顶 我柔顶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